刮刮乐买器近期特别夯 通常来到店内呢 民众可能使用店家特制的竹片 或者是铁圈圈 不过呢 也有网友相当有创意 竟然是拿菜刮布来刮 大手一刮仔细检查 有没有中奖 不过如果一次买好几张刮刮乐 手上的器具更显得重要 有网友PO出照片 彩券上头摆上红色菜刮布 笑称刮刮乐要自备器具 大张整本的用铜板刮 刮到手好酸 差点脱臼 还强调刮之前先过炉 有人看了开玩笑回 其实最快的方法 就是向古人火烤 更有人说职业的请自备杀轮机 花钱找最瘦的概念 不过想出菜刮布这个妙招 民众又是怎么看 很有创意 而且对自己可能他的幸运之物吧 还蛮好笑的 究竟菜刮布好不好用 拿一片来试试看 菜刮布刮啊刮 似乎有点阻力 刮起来不太顺手 拿硬币或铁片 很迅速就能刮开 至于竹片因为接触面积大 也能轻易刮除 你用那个的话 就连顺便就等于是擦干净 这样就看得很清楚 不顺服很酸 那是速度的关系啊 那速度越快越好 我们卖了越多 像过年每一天都卖好几百万 这样就非常利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更有业者自创呱呱乐器具 速度越快翻拙率越高 不论是拿硬币菜刮布还是铁片 主要还是想刮出大奖 迎接财神爷 记者连嘉庆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